三点睡六点起 阎王库我好身体 这个就是我目前的生活状态 昨天晚上忙到凌晨两点来钟才睡觉 今天早上的八点多就起来了 这些都是昨天晚上隔晚就打包好的货 还有一大堆的货没有打出来 这么厚的单子吧 还没打的 现在这些货都不够打包 都是现成的货了 相当漂亮的无花管 比手指头还大很多 都这么打一个 腰管 哇 都是手指头大的 这种是碳烤的 把那个皮扒掉的话就可以吃里面的肉了 非常香脆 也不会坏掉 灰枣大枣 还有香菲干 葡萄干 这些全部都还有现货 让我感觉比较奇怪的是 这个雪菊出奇的好卖 这里还有剩下的一些渣渣 到时候我打包回来自己喝好了 啊 上头了 这些都是野生手彩的 包装上面也不敢 大意啊 这些东西如果长途运输的话 四五千公里以上的路程了 要到新加坡马来西亚 港澳台那边 我担心它的瓶口嘛 时间久了 或者说有松动 我就把这胶布缠了一下 它就防止滑动 就不会说散开 这些都是惊艳啊 我吃这种亏吃 吃的多了 这些雪菊是什么来的呢 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说 他以为我是开玩笑的 我说这些东西 在大陆所找的东西 很多都是这样难命换的 特别是越好的东西 它就越难得越金贵 像这些雪菊 我在前面的时候 四千来海拔的地方 遇到过当地的僧人 在那里采摘 就是要在比较早的时候 它才会有这种 一颗一颗的花蕾 如果到了比较晚的时候 太阳晒出来 那花蕾开了的话 就没有那么好了 所以都是精挑细选出来 才有这样的品质 小花花 用 用 有药 用 用 用来干什么用的 来 林安 当茶喝吗 就是就是 泡茶 茶喝 药 药 就是 用来治疗什么东西 这里好漂亮 太漂亮了 你们家这个广东的这么臭绿了 广东的草 也绿了 对 这里还比较冷了 花雨了 这么多就花雨了 没那么多花 最重要的是 零下好几度的温度 还要在四五圈的海拔 大家 就普通人来说 上去那里已经很辛苦了 有的人直接就肺 或者说眼睛都会冲血的 有的人的肺呢 会直接炸掉的 这些都不足为奇 当地人相对来说好一点 但是也不敢有那些比较大的活动量 都很容易出现高原反应 沸水肿这些问题 所以我说这些野生的台菊 用命换来的 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一天的时间采在下来 可能就一斤多两斤 要采两三天的时间 才可以烘焙成一斤 所以它价格的话 相对来说是会比较贵一点 我也找过市场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菊花 但是 闻起来跟这个就是天差地别 可能是一分钱分货吧 像这种菊花呢 它除了上面都在躲花里 下面还是会带坝的 为啥带坝呢 很简单就是 去采那些山茶叶 跟采这个其实是一样道理 他们是为了压秤 就把那个坝坝给摘下来 这样的话秤会比较重一点 但是我不清楚为什么 按道理来说 这个是消费者不要吃亏的 那实际上你闻起来的话 它带坝的 野生的就是会比吉他的要香很多 还有这个吸收蛮大的野蜂蜜 他们的来路没有一种 是非常的简单的 我开个两年的试一下 三年多就算 那个更加珍贵 意识形成过程非常的漫长 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小蜜蜂呢 是通过自己的酿制方式 就跟人类酿酒一样的 它有自己的工艺 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哪里有风箱的 无论是多冷的天气 你把手里面伸到 你把手伸到里面去 都可以摸得到 它里面还是有温度的 它自己会控制里面的温度 经过两三年的酿制 和它的水分的一些收缩 出来的才有这么好的蜂蜜 这个是两年份的 三年份的粪子会比这个更加的粘稠 看起来就跟猪油一样的 不要打得太多浪费了 等下我自己干掉它 而这些蜜蜂手藏生的地方 往往又不太容易被发现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说保存这么长的时间 有的是很高的树林 有的是树洞 有的甚至是石洞里面 有的是悬崖峭壁里面 才可以找得到 一年的时间也收不了几百公斤 而且只有当地人敢去弄这种蜂蜜 每年因为弄蜂蜜死亡的人数也不少 时间越久的蜂蜜 它的药效就越好 特别是一些经常失眠的人群 或者说肠道功能不好 有痔疮的这些人吃了 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 反攻率也很高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 最满意的一款产品 卖了三四匹以来 一单差评都没有 不过讲真的做这个工作 虽然说辛苦是很辛苦 但吃东西根本就无法 因为这么多货 打包完之后 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不够烫的 所以说可能差这一两百克 就没有形成一个包裹 那么我们就有口食了 下面这里还有个仓库 还好新疆这边的房子 基本上都是有供暖的 制作这些房子可以在里面 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 虽然说屋子里面 估计也是在零度左右 那就比外面零像十几度好多了 前两天比较忙的时候 早餐没吃 晚餐没吃 尤其中午吃了一个午餐 就扛了一整天 一直腰伤背痛啊 特别是扛了个蜂蜜的时候 体积又小又重 就这么小的包装 很容易就让你认为 那是很轻的东西 结果又把腰给散了 最近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急嘛 因为现在已经是10月24号了 像这一批货到远渡重阳 到达新加坡马来西亚 还有港澳台这些地方之后 快的也要十几天 比较慢的 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话 大概需要45天左右 尽量可以赶上过年之前 就可以让大家收到这些好的干果 到时候吃了就知道 什么叫做新疆的味道 宏基挑选的所有产品 都是经过市场上面对比的 数一数二的产品 这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 怎么样可以买的 买呢 最重要的就是需要给我电话地址 付款的话需要用到微信和支付宝 当然有一个软件叫WISZ 那个叫什么 我不太清楚 反正那个也可以付款的 香港澳门这边的朋友就买起来比较划算 也比较快吧 发到集运餐 估计10天时间左右就可以到你手上 但是像台湾的话 我自己卖的还是很心疼 虽然说找我的人不少 台湾的朋友 被我拒绝了好几单了 没办法 我只能拒绝 因为它运费的话 算起来实在太贵了 需要50块钱一公斤的 集运舱的费用 我还会在这边待五六天的时间左右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情况下也可以找我买 仓库出货了 以前都是小车来拉 现在要用大车来拉 没办法的 现在市场那边关闭了 只能这种跑上来爬上去 楼下还好一点 上面的话要跑来跑去 挺累的 这里是仓库的房顶 好美 好美这个地方 好美好美 工作累了 还可以上来玩玩雪 哇哦 我讲真的 我一个人 搞这么多的事情 有时候确实也忙不过来 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整个团队在运营 四五个阿姨打包 然后呢 两个 两三个人负责 一部分人负责发货 八九个人了 如果全部人都在的 要打包发货 看货 搬货 还有一系列的 比如说我们还要做客服 还要去确认一下订单 现在乱七八糟的东西 别看 别看这个事情小 它后面的工序并不少 以前我跟丽琴一起做的时候 还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它会帮我完成一些 售钱 售后的一些问题 现在的话不行了 所以就我一个人 很多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安排 包括后期我还想在这里 再囤多一点货 大家如果后期需要补货的话 这边也可以补货 毕竟这玩意儿这么好吃 我觉得买再多也不可能留到过年 哎呀能留到过年人得多能忍啊 现在是晚上 现在是晚上十二点多了 还在回复消息 啊好想吃东西啊 什么烤羊肉串 再来个牛头牛蹄 哎再来个钢子肉 感觉这东西离我好遥远 这两天一直是三点一线的 不是在这里呢 就是在市场 或者在仓库里面打包发货 先忙完这一段吧 滑雪啥的感觉离我 又又 滑雪啥的感觉离我又更遥远了 这段时间把腰和脚都弄伤了 好了 现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观众哦 拜拜